每逢秋冬季節 都可以見到街上不同的檔攤 掛著一串串的果皮 但你又知不知道 不同顏色的果皮曬出來 是可以分成陳皮和青皮 那麼到底陳皮和青皮又可以怎樣分呢? 陳皮和青皮最大的分別 在於它的採摘時間 外觀和藥用價值 青皮是在先果生理還未成熟時 採收再加工而成 青皮較薄 加工後果皮外表是呈少少青啡至青黑色 有不少粒進去的油膝 不容易起皺 而果皮內的表面就緊密光熱 呈淡黃白至中紅色 它的質地較硬 而且味道略大新味 氣味大香 亦較容易儲藏 而陳皮是在先果生理成熟時採摘 陳皮的皮較厚 片漿亦較大 色澤會呈中紅色至中黑色 它的油膝被青皮大又飽滿 質地亦較軟 吃下去的味道甜香 但就沒有青皮儲存得那麼久 此外 它們的藥用價值亦都很不同 青皮藥性較為強烈 最主要用來醫食制 消遺器 降血壓 不過要用得很小心 立暖食會破氣 孕婦吃了會導致BB不穩 為了怕醬汁錯藥 中藥肚通常會切成絲 而陳皮就跟青皮相反 它的性質平和穩定 可以行氣 有理氣健脾 躁濕化痰等等功效 男女露兆都對 可以用來煲湯 煮飯和蔥茶 下次如果想去街市買果皮 記得留意啦 下次再見吧